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星期五的中午 今天是BC省的公众假期 Good Friday 然后我有三天的休息时间 我们准备去Whistler 温哥华旁边的一个小城镇 去玩一下 对于温哥华的朋友 Whistler应该不是很陌生 因为基本上最近的地方 除了岛上就是那 大家经常都会去那玩 冬天有滑雪 夏天就有很多户外的那些活动 我们这次应该也会去玩 到时候给大家vlog 我们是约朋友一起 中午12点吃个饭 然后吃完饭一起出发 第一次这个小旅行 我会带着我的狗狗 一会儿见 我会带着我的狗狗 看着我看 我们现在出发啦,一会儿见 我们现在到了中途的一个像小赌场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想上厕所 一个小餐厅,然后这边是小赌场 我想去上厕所啦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然后我们就住的地方 像House Check-in的时间是4点 然后现在是3点半 正好我们先来附近的这个小镇 把明天那些要玩的东西订阅好 因为这边是滑雪特别有流嘛 然后现在还有雪 这边就是上山滑雪的缆车 但这次应该我们不会滑雪 繁华的小镇 这里有一家每次我都会来吃的汉堡店 这个叫Zots 超好吃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炒洋葱 特别好吃 大家看看我刚刚说特别好吃的 那个那家汉堡的洋葱 在这里 还没有炒黑,炒黑超级香的 他们现在在旅行社那个门 然后旁边正好有一个Candy Apple的店 就是里面是青苹果 外面裹着巧克力啊 或者是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 我会买两个 就是外面裹着糖 但是好像有色素的那种红 是Cherry的糖 非常好吃 刚刚把它丢在车里了 刚刚把它丢在车里了 文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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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着了吗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到这个房子了 然后遇到了一个超级尴尬的问题 就是我们明明已经在那个网站上订完这个house了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house门口 然后钱也扣了 也发email确认了 然后今天刚过来准备和房东取钥匙的时候 中介说昨天有给我们发email 说我们的信用卡是high rate的那种 所以说他让我们提供一个新的信用卡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收到那封email 但是钱已经扣关了 我们说现在可不可以住 然后他说还是不可以 因为现在里面是乱的 是上一个住户已经住完的 然后我们说我们可以等 然后他说要等六个小时 然后现在也没有打扫的清洁工人 那我们就一定要换房子了 然后就在这找了一个多小时 像露宿街头都在车上各种找房子 因为我们是六个人嘛 house对我们来说也好 因为我们有狗狗 然后我们也准备了烧烤的这些材料 还好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townhouse 现在也是钱已经交完了 现在等人家确认 然后一会儿我们到了那个新的地方 我再给大家room tour 真的是人类心类 现在大家都很饿 我们是这一栋 我们现在从车库终于进来了 带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是一个townhouse 这边是正门 4821 哇这个凳子 这个凳子好古老 上门一进来右手边 这有一个洗手间 小小的老老的一个卧室 就是挺原生态的一个卧室吧 没有灯吗 我们上楼看一下 这有一个小客厅 然后这边是院子 这里还有一个房间 是两个人 这厕所还蛮大的 上楼看一下 哇这楼上还不错 这边有一个卧室 然后卧室里的厕所 哇这个厕所好 这厕所还不错 好这边是 那边是客厅餐厅 我们最后选择了这个房间 就是这个有一个 还算比较大的厕所的 然后我把小木木安排到那个地方 是不是啊 是不是你在那儿 现在外面的灯被我打开了 虽然说房子还挺老的 但是这种加拿大老式建筑的感觉 闻到了烧烤的味道 下楼看看 烤串烤得怎么样啊 好香啊 好香啊 这个是我们在一个烧烤店买的 串好了 我们为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烧烤的原因 就是我吃的羊肉串 一会儿必须要放一点糖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 我去尝一下 嗯 好香 鸡爪 给大家看看我们这有一个罪恶的area 全都是我们的零食 我们从温哥华买的 大统华买的 面包 小凤尾一罐头 哦 黄花一罐头 然后螺蛳粉 薯片 养乐多 火锅粉 哦 这个是健康的东西 干脆 面 黄飞 红小辣椒 小老板 海苔 瓜子 瓜子 这个瓜子超级好吃 这个老街口的 老街口的核桃味的瓜子 然后我刚买的candy apple 乐视黄瓜味的薯片 还有两个我最爱的 小辣面 就是这些 就是这几天我们在家的口粮 嗯 小毛子 哦 这边还有一点蔬菜 水果 下面没有什么我可帮忙的 我来帮大家洗点水果 今天真的是人在炯谷 保金风霜 最后这个有一个这样的汤号子 我感觉已经很好了 准备煮两道青蛙面 这边有个鸡翅吧 这边有个鸡翅吧 好吃 看看卤鸡爪啊 要不要再炖 我们下来看一下烧烤怎么样了 这是鸡翅 怎么样 我的泡面是不是超有食欲 我饿了一天了 饿了一天了 从上午那个刚刚出发前的 在Foucault吃的那多 这个羊串已经供不上了 所以我现在先煮个泡面吃 嗯 好烨 我现在吃羊串 新拉面加大 这边小黄鱼羊乐多 还有一个蛋黄派 你们知道我这个110斤是怎么胖上来的了吧 超级能吃 一会下楼还有羊串 一般我出门旅行的时候 都会去淘楼 都会去淘楼 买那种一次性的床单 但是这次就是因为时间太赶 然后也就是两天的小旅行 就没有太为它来准备 然后我就把家里一个不怎么用的一个床单 拿过来当一个一次性的床照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这种方法 就是说一般我住在不管是酒店 还是像Airbnb的别人家的房子 他们即使消毒过 那种床单我也会觉得住起来很不舒服 甚至可能是我心理作用 浑身会很痒 像酒店里的浴巾毛巾床单被套枕套 我都不会用 我都会来戴自己的 所以说我用这个小方法来给大家 只要戴一个被套就好了 但是呢 如果你方便的情况下 你去淘宝买那种一次性旅行床单 也就这么大 不会占空间 我上去奥兰多的时候有买一个 因为回来买的东西特别多 我就把那个扔在那了 被套中间有拉链的那个地方 我们整个人钻进去睡 也就是后背也不会接触到床单 前面也不会接触到被子 就等于钻在这个被套里面 那我现在就去了 就钻在这个口里睡觉 然后钻进去 这个上面就是它过来 被子要过来的地方 然后下面也不会沾到床单 那平时那种一次性的旅行床单 会包括枕头的那个地方 但我们的床照肯定不可以嘛 所以说我就自己带了一个小毛巾当枕巾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我这次旅行都带了什么 因为这次的旅行呢 我们不是属于像那种拍照啊度假 只要是可能会参加一些探险类的户外活动 所以说我这次带的所有的衣服 全都是运动装的 比较休闲的一些衣服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穿的就是很随意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来录一下今天的衣服 我下面穿的就是这个灰色的椰子 然后上次推荐的张大义的鲨鱼皮打底裤 上面一个小卫衣 我们一共要在这边待三天 第二天也是一个打底裤 是优衣裤夹的这个打底裤 也很舒服 就是没有那么塑形 但是非常舒服 面料也很好 那打底裤上面就会选择一个很普通的黑色T恤 外面就穿一个Lululemon的运动衣 这个是我第一次来Whistler的时候买的 也是玩那个吹套 因为我当时穿的就是拍照很好看 很时尚的那种 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 你一定要穿很舒服的 然后并且是长袖 因为树或者是麻绳很容易刮到你 刚好小镇上今天不是给大家看 那边有一个Lululemon的店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样的衣服 这个衣服回文化就没有再穿 所以说每次来Whistler 我都会带上这件衣服 其实挺舒服的 然后也有那种腰型 这个小袋子里面就是我的内衣裤和袜子 我带了四双袜子 然后就都用这种一拉袋装起来的 又很卫生又很节省 然后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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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